要不是铁链山子 他要指定干起来 自己吃自己 听不懂人话 自己吃自己的 不听招呼 把你俩子都没收了 给脸不要脸 自己这么大坨 你还去蒸 蒸个啥玩意 你干啥 他来吵架有点啥事 胃伸东西一定要注意 手不要伸进去了 因为你手上有这个气味 有时候他会把你手当成食物 一口就咬住 之前找过一次 这条狗看着不太友善 因为啥呢 因为他那个眼珠子是黄色的 看着比较吓人 他想掉进去吃结果进不去 那个洞口太小了 刚好他那个生日能进去 很多比特犬都是不护食的 只有几少数护食 大多数比特犬他吃东西的时候 你是可以去抢他的食物的 只是一小部分 你去抢 他绝对下口咬你 很多狗你一看就能看出来 他比较温顺 有些狗一看就看出来 他比较凶猛性格比较猛的 像这些狗他性格都是比较温顺的 吃东西的时候 你靠近他都是咬尾巴 有些狗不一样 他吃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分辨 他吃东西的时候你靠近 他突然就不吃了 知道吧 他突然嘴就停了 那意味着他就比较护食 知道吧 像这些狗他自己吃自己的 他不管你 连这两个他也不护食 也是自己吃自己的 相亲相爱 不对 他俩都是母狗 和睦共处 像我们平常喂小狗就比较麻烦一点 小狗的要煮 还有狗粮要泡软 还有那个牛肉要打碎 打成肉末肉粒 给他们吃 但是呢 我们养大狗呢 就特别简单 大狗呢 就是这个生鸡生鸭 直接从冰箱拿出来 都不用解冻的 他就像吃雪糕一样的 直接就吃了 所以说喂大狗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注意一点 这大狗他吃生鸡鸭肉 他需要更大的进水量 就是说每天必须保证水的充足 不然的话呢 就怎么说呢 就容易中毒吧 食物中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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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